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魯蛋瓶酒 我是魯蛋 今天我們會參加台中威士忌童話會所舉辦的 美國部門威士忌酒展 為了提倡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 我們今天打算搭公車過去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待會見 掰掰 好啦我們現在已經到SOGO這邊了 那我們現在要前往會場 會場的話在我們SOGO對面那邊 我們現在已經完成報到手續了 會場在樓上 我們現在上去看看吧 這次的活動主要是由台中威士忌童話會所舉辦的 台中波本威士忌展覽會 會場雖然不大 但是可以看得出主辦單位與參加廠商的用心規劃與佈置 二樓是主要會場 除了廠商的攤位之外 還有精心規劃了食物區與調酒區 攤位的特色與專業度也非常的高 就連我這個很少接觸美國威士忌的評音者 也能在短時間之內了解美國威士忌 與蘇格蘭威士忌的不同特色 美國的威士忌要稱為Burban有許多的法規限制 例如使用的原料必須有51%以上的玉米 必須在美國當地製造生產 使用的橡木桶必須經過炙燒 甚至早期還嚴格的規定橡木桶的使用次數 一靠近每一個攤位 鐵紹員便會很熱情的招呼你 不管是酒的來歷 酒廠的故事 還是美國威士忌的文化 基本上都是有問必答 專業度真的很強大 最重要的是當他介紹每一支酒款時 一定會為您增上一杯 讓您一邊拼飲手中的佳釀 一邊了解這支酒的故事 以及美國威士忌文化 這次拼飲下來 不得不說完全翻轉了我對美國威士忌的舊有印象 過去的我認為美國的Burban 就是強壯的酒體搭配濃濃的木頭味 觸控的美感就像是西部牛仔進入古倉般的氣味 但是這次拼飲到的威士忌 給我的感受卻是細緻的酒體搭配鮮細的木頭味 當中不乏花香、水果香、香草夾、奶油等香氣 猶如走近一片經過書法並飄著細雨的森林當中 另外在一樓也規劃了講座特區 並安排多場的美國威士忌講座 演講者不僅精心準備酒款與大家分享 還準備了許多道具 像是裸麥、大麥、小米等酿酒常用的原料與大家分享 現場酒友間的互動也非常的歡樂 明明就是第一次見面 大家藉由手中的佳釀與威士忌的熱愛 猶如多年好友般暢談品影心得與喜好 一樓也有規劃VIP免費品影專區 與自費威士忌品影吧台 這次的活動總策劃 Alex與一旁熱情的酒友 一集的推薦我品影自費的2018年 George T. Stack 原酒 對美國Bourbon不慎了解的我 聽著他們大力推薦的可遇不可求 以及風味獨特迷人之處 也狠下心來掏出現金品影 說真的 一杯800元真的是不便宜 但是體驗什麼是頂級Bourbon的機會 還真不是到處都有 況且一旁老饕熱情的介紹 這瓶酒是如何需要管道才能弄到手 在波本界是如何的難得 甚至一瓶市價是上萬元 如今品影卻不到1000元 心中實在難掩雀躍之情 從帥氣的Bartender手中接過酒來 剛將杯子靠近鼻前 濃郁卻又纖細的木質調性便飄了出來 一入口是水果香氣與香草搭配油潤的口感 隨著時間變化在口中出現了 蜂蜜蛋糕、鮮奶油 甚至是鹹奶油的口感 靜置一段時間再次平穩 聞到了是Alex說的琵琶糕 再次入口 酒的性質有了不一樣的變化 這次成了清爽的花草香、香草夾 搭配喉頭淡淡的琵琶糕 很是舒服 不變的是口感依舊油潤滑順 越到後面還真的是越捨不得把它喝完 好啦,那以上就是這次乳蛋 參加台中播本威士忌博覽會的介紹 整體而言我覺得這次的活動辦得非常棒 除了說有大量的酒款可以拚飲以外 因為在現場的攤位 當天基本上是不進行交易的 那如果有喜歡的酒款 之後他們會在社團統一發佈清單以及價格 那會有團購的優惠 所以你並不會感受到過去在酒展所遇到的攤販 會有一種想要賣你東西的感覺 當天在現場感覺就是 大家都很熱情 純粹就只是想推廣 波本威士忌或者是美國威士忌這個東西 所以我覺得當天體驗的感覺是非常的棒 非常的輕鬆 大家就像朋友一樣打成一片 那也希望未來不只是在台中 其他地方或者是其他社團 也可以多多舉辦類似的活動 當然酒款也不一定要僅限於威士忌 還有很多很棒的酒 例如藍母酒 琴酒 也都是漸漸被人家所重視的酒 還有最後要感謝我們的Alex大大 他當天真的是超級忙 我看他從一樓二樓這樣不停的跑 然後不停的去Social以及跟廠商做溝通 當然不管是活動場地的店家 主辦單位或者是協辦單位 都辛苦了 沒有你們付出 絕對不會有今天這麼棒的活動體驗 好啦那魯蛋的第一次Vlog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想看更多的話可以到我頻道逛逛 想看第一手的影片一定要訂閱 以及打開小鈴鐺 最後再次提醒 開車不喝酒 喝酒不開車 未成年及孕婦請勿飲酒 那就這樣囉 掰掰 拜拜 掰掰 掰掰 請問一下 掰掰 我們會不會再次分享 我們會不會再次分享